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一大早在空中 跟大家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太阳升上来之后 新西兰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 但是我们还是充满了热情 跟大家来分享新闻 我常常在想 如果做节目 不要穿那么正式 会不会凉快一点 但是毕竟来说 面对那么重要的贵宾 对不对 大家来聆听 经纬点评 我一定要盛装打扮一番 来跟大家分享新闻 那今天要聊的是什么 是最近在美国网路上 热搜的一个关键字 内战内战内战 到底美国会不会打内战 美国人都关心 这不是俄罗斯 说美国一定会发生内战 或是有一些国内的朋友 大家都觉得说 可能真的美国要打内战 就连美国人都担心 美国会不会发生内战 到底原因何在 听我道来 当然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美国总统拜登的 边境政策态度 实际上话说 在他上台之后 把原来特朗普在美墨边界 逐围墙这件事情 禁止移民 什么要把他偷渡 进来通通遣返这件事情打破了 那换句话讲 围墙不足了 那有人进入美国之后 基本上先安置 再调查 最后看是要把你怎么处理 是留下来给你身份 还是要遣返你 那这个要走程序的 这个很花时间 但是你进来我先要给你饭吃 要照顾你 给你住 什么这些都要给 好 那这个政策 似乎给所有的这些南美国家 甚至全世界的这些 向往美国的人 突然带来一个利多大好消息 所以大家用迂回路线 陆路前进 经过墨西哥 翻过美墨边界 进入美国 那现在大概有多少人 进入美国呢 这个在去年统计 去年经过这个德州 这个墨西哥进入美国德州 翻围墙进来的 还不管其他的州 200万 200万人 那你就知道 平均一下12个月 每天那个边界是人山人海 大家排的队 爬铁丝网翻过来 什么这样子往美国这边跑 那当然当时的 这个政府是有规定嘛 对不对 你不能驱离啊 不能驱离啊 所以基本上呢 德州啊 突然之间呢 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啊 爆炸 那对于这个德州来讲啊 这个压力太大啊 德州的压力这样太大啊 当德州的州长呢 阿伯特啊 就忍不住了啊 阿伯特这个人呢 我们稍稍讲一下 今年60多岁 66岁啊 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 话说当年人家28岁的时候 有一天啊 去慢跑 那真是这个命嘛啊 跑着跑着呢 突然啊 这一棵树啊 橡树很大 倒了 把他的腿啊 这个整个压残啊 后来他就终身啊 在20几岁之后啊 就坐着轮椅 阿伯特呢 一点都不气馁 虽然坐着轮椅 但是呢 非常的努力啊 苦学啊 在1992年呢 考上了法官 1996年呢 被任命成为啊 德州的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 那后来到了2014年呢 这个德高望重啊 就出来选 一干做到现在啊 那基本上呢 德州的轮椅啊 轮椅州长啊 非常得到选民的支持 那这个州长就看现在 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啊 是这样搞 对不对啊 看起来呢 很人道 但是啊 德州必须承担大量的 这个非法移民啊 因为照讲 你要给这些人吃 喝拉杂碎 你都要包啊 虽然德州啊 在这个全美国 是第二大州 他的GDP一年 是1.8万亿啊 在2018年疫情之前 他的GDP 1.8万亿啊 比韩国啦 比什么西班牙啦 比德国的GDP还高啊 就说德州啊 很有钱 因为这个稍稍 我们讲一下 德州的历史啊 我们再来讲 现在的矛盾啊 到底在哪 德州啊 早在1836年的时候呢 他这个就做出了一个决议 因为当时德州啊 是属于大墨西哥啊 这个部分啊 墨西哥啊 当时所有的墨西哥的土地啊 甚至到了这个旧金山啊 这个啊 这个亚利桑那这边啊 全部都是墨西哥的 那当然呢 那个美国刚建国嘛 国力不强嘛 就在东岸 西岸这边呢 没有美国人的事 那是墨西哥的天下 墨西哥的后面就是西班牙嘛 西班牙当年在这边很有影响力啊 中南美洲 好 那墨西哥的兵力也很强啊 所以呢 在这个边边上啊 这个德州这个地方啊 在1836年的时候就独立了 他们就投票 说我们要脱离墨西哥啊 我们要独立 变成一个国家啊 他们就 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当然啊 这个墨西哥就不答应啊 墨西哥呢 说我在我的国内 怎么能有人搞独立呢 国中国不可以 那这个墨西哥啊 这个似乎要动手了 那德州啊 一看不对了 这个1945年呢 这个就就大家开会一下啊 说这样好了 我们呢 是不是干脆加入美利坚合众国啊 当时美利坚合众国 这边讲得很清楚 你如果加入我 变成我的一个州 墨西哥要是敢揍你 我就帮你去揍墨西哥 这样子好不好 那德州一想 开玩笑 那有人帮他撑腰啊 所以那时候德州呢 就后来啊 在19 1845年 1845年啊 就加入了美金合众国 那在1846年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就跟墨西哥说啦 因为这个 这个德州加进来了 说这样我出2500万 等于替他赎身啦 周边的 这个就我就归我啦 我就跟你买啦 那你也别打了啊 那你就拿钱走人 反正呢 这个咱们就 也是民主国家嘛 大家不来 不来个那种抢的嘛 对不对 我就给你2500万 那墨西哥不答应啊 就打了一个这个美墨战争啊 从1846年啊 就一直打 但是这个墨西哥啊 不禁打啊 这个美国呢 这个还蛮会打的 打的打的就打到墨西哥城啊 基本上墨西哥都被打掉了 那那时候呢 美国想也不能把墨西哥给灭了 对不对 把墨西哥也划到美国来 太麻烦了啊 那就跟他讲这样 这个美洲大陆的这边 这个西岸这边啊 这个划给我啊 比如说现在的德州 加州 内华达州啊 那还有犹他州 还有部分的亚利桑那州 克罗拉多州 新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啊 违欧民这些啊 通通被划进来了啊 那当然呢 这个美国说也不能啊 白拿你土地吗 虽然我打赢了 我付你1500万 你看看墨西哥赔本生意啊 本来2500万啊 卖个德州就算了 结果呢 被痛咒一顿 给了一大堆地 最后呢 只能拿到1500万啊 所以你看那个美国加州这边 什么San Diego 什么San Francisco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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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都是墨西哥的那个发音啊 但有些人说墨西哥那时候 国力弱了 那边呢 他也没什么人啊 住在上面 所以呢 卖给美国啊 那实际上是被揍过了 没有揍他怎么会卖 你就知道美国在那时候呢 这个就国土变大了 德州啊 就变成美国的一部分 但德州人啊 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土地肥沃 所以他们当年啊 是养牛的啊 大部分都养牛 因为在英国的这个移民啊 来到美洲大陆之后呢 后来陆陆续续很多欧洲人啊 也来到这个欧洲大陆啊 但是呢 基本的这个 这个英国系的那块移民啊 把这个美国的东岸这边都给占了啊 什么缅英州啊 从北到南啊 全部都是 都是英语系的这边就占了 那后来进来的这些像什么 其他的欧裔啊 德国挪威啊 北欧的那边的 他们就在那边不好混嘛 对不对啊 他们就往南 往这边西走 西南走 就走到这个现在的德州 所以德州人的祖先啊 很多人是来自德国挪威啊 什么这边北欧的 很多啊 好 来了干嘛呢 觉得土地那么宽广 养牛啊 那时候就养牛嘛 那养的养的啊 后来到了那个1901年的时候啊 居然在德州啊 说这个牛啊 怎么吃草 喝水 喝的喝的 那个水塘里面冒黑油啊 德州发了 对不对 从1901年啊 德州的产油啊 让德州就富起来了 所以德州啊 德克萨斯州啊 他的这个牛肉很棒 对不对 你看那个德州人啊 那个德州老啊 爆发户啊 出来啊 都要穿的 带着牛仔帽 对不对 穿的那种 德州特有的牛仔靴 那个前面是翘起来的 上面有花纹啊 那那个 当然呢 德州甚至还允许 有一些地方呢 是可以配枪的啊 所以德州人呢 就感觉到呢 他很酷 很特别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但是东岸跟西岸的美国人呢 觉得你们这些德州老 香巴老 爆发户 对不对 你们是地上冒油 爆发户 对不对 不能跟我们有文化的比 尤其东岸的 觉得他们的文化啊 底蕴很够 你们这些老土啊 所以呢 这个德州始终认为 自己是孤独啊 孤独之心啊 孤独之心 那当然呢 这个 这个毕竟 他还是很富裕嘛 对不对 啊 当年好歹这个 人家这个也是 蛮厉害的 当然 很可惜是当年 那个肯尼 肯尼迪啊 在这个地方 遇刺 达拉斯啊 遇刺就在德州 好了那他这个州啊 那么有钱啊 那么有实力 那你说接难民 有没有问题 当然啊 少量的难民啊 每个大家 州都还有能力接啊 但是啊 你没指没劲的 对不对 甚至啊 这个 这个 拜登啊 他们还倡议啊 说跟德州商量啊 我们来搞一个 难民配额制 就是说 每一年的配额啊 30万 对不对 如果呢 这个有30万的偷渡客 进入德州之后 我联邦政府就同意你啊 这个规管流量 这后面就不能进来了 比如说走了四个月 已经过了30万指标 对不对 那后面就不行了 等明年啊 再拿指标 德州说你这个乱来 对不对 你应该就是一刀切 不准就是不准 你合法的嘛 你不能够让这种 等于是开了一个后门 然后跑到我们州来 我们州要承担 这些巨大的难民接待成本 这些人的吃喝拉撒税 谁买单 德州人啊 所以你看啊 这个州长啊 很厉害啊 阿卜特啊 他在这几年 不是有大量的移民进来吗 你民主党说 这些移民很好吗 可以啊 我送给你 他光送到芝加哥啊 那个大巴 免费大巴 跟问移民说 带你们去芝加哥好不好 对不对 那边也不错 很多移民说好啊 对不对 这志愿登车六百多辆大巴车次啊 把这些难民啊 送到这个芝加哥 芝加哥都快疯了 芝加哥下一条禁令 任何大巴 不准 就德州来的大巴 不准进入芝加哥 对不对 大巴不可以 对不对 那德州州长说 咱们坐飞机去 对不对 飞机降落在芝加哥 我怎么样都运给你 纽约也是啊 纽约前 纽约州啊 民主党的啊 很牛啊 对不对 你们都很风凉化 可以啊 你们要支持难民啊 他送给纽约州送了多少 十万 这几年送了十万的那个 越界移民啊 送到纽约州 纽约州编列预算 已经花了六七十亿了 就给这些人的安置啊 纽约又是全美国啊 纽约州是全美国最好的 一个法法律叫做庇护令啊 就是任何呢 就像这种难民啊 什么什么人 只要在我纽约州 包吃包喝 还要工作训练什么 我全给你包了 所以你来说呢 就是特别的好 所以很多人说好 我愿意去纽约 纽约大苹果很棒啊 这个地方我要去 所以呢 这个十万人丢了纽约 纽约头也大了 所以德州州长厉害吧 对不对 你们都说好啊 难民好啊 我送你啊 你要多少我都送给你啊 但还是很多送不走 都留在美国德州啊 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之后呢 德州州长前一阵子 就说啊 用国民兵 我州里面通过一个议会啊 我决定要封边界了 我不管联邦政府怎么做 但现在这些难民呢 已经伤害我的州了 所以州议会就通过 说可以啊 让国民兵啊 在边界拉铁斯网 这个拜登不答应啊 拜登居然啊 找最高大法官 视线 说啊 德州能不能这样干 大法官说 投票 5比4 不可以 对不对 那这个要让这个边界铁斯网要拆掉 所以这个州长说不能拆 对不对 这个联邦政府说要拆 啊 那当然呢 实际上这个拜登啊 他玩了一招这个把戏是什么把戏呢 他现在有一点威胁这个共和党要支持他的原物法案 各位应该还记得当时啊拜登捆绑了一个法案 一千亿啊 这个计划 当中有六百亿哦 是要送到乌克兰的 那另外呢 一部分是边界的 一部分是以色列的什么什么 那个这个就那一部分是做边界做围墙的 简单的说呢 就说 如果你们不让我原屋 我就不把这个边界关门 你想想看那个那个美国现在有八十几percent的选民啊 觉得拜登乱搞啊 你怎么可以把这两件事情呢 做一个捆绑 移民归移民嘛 原屋归原屋嘛 你怎么可以把援助乌克兰跟移民 这个难民啊 就偷渡客啊 把它做成一件事情捆绑 不然就不给钱啊 我边境不变 对不对 甚至啊前两天啊 拜登政府还出了一个主意 说什么主意呢 说现在我们美国境内啊 有1100万的非法偷渡客 这个非法偷渡客已经进来了 1100万该怎么办呢 这是很多年啊 从四面八方跑进来了 1100万 那给他们漂白啦 对不对 大色啊 怎么大色呢 我们用八年时间 配额 对不对 1100万除以八 每一年呢 这个照申请啊 陆陆续续 给他们身份 变成美国人 你看看 在美国现在 很多美国人找不到工作 很多美国人觉得通胀压力大 你这个民主党政府呢 在那里大开扇门啊 做慈善家 如果当年啊 我们国家富裕点 你说一年呢 接个百八十万难民嘛 也还说得过去 对不对 你现在这简直乱搞 但有些人说啊 这个拜登啊 实际上有一苦衷 美国劳动力不够啊 美国劳动力不够 因为美国的农业呢 非常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有些人就说啊 没有那个墨西哥老墨 现在当然老墨少 现在听说近来都叫 委内瑞拉什么那个 什么中南美洲 都那些全部来了啊 说在这个美国加州啊 当年啊 这些农场 什么什么orange啊 这些啊 如果没有啊 没有这些老墨去做 那这个这个农场 就没人摘果子啊 对不对 美国人吃不了苦啊 那个老墨可以做 你看在加州 我看过啊 在洛杉矶啊 做园丁的 很苦吗 大太阳底下 做garden啊 这些老墨 我还看过啊 在那个中餐厅 卖葱油饼 葱油饼很有名的一家餐厅 厨房啊 全部是老墨 在那边做葱油饼 对不对 反正呢 墨西哥的玉米饼 跟中国的葱油饼 大同小异嘛 对不对 滚滚滚滚滚滚 对不对 只是多撒一点葱花 然后呢 就煎一煎 就给卖了啊 所以这个 你想想看 美国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是 劳动市场 如果没有这些 嗯 西语系啊 我们叫西语系的人的话 那真的 美国要停下来了 所以你看德州 德州讲西语的人都最多啊 加州也是啊 在加州 在 在佛里达州 在德克萨斯州 我 我从那个佛里达州的那个 迈阿密机场出来 你听到的不是英文啊 全部是西语啊 西班牙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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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子啊 因为什么 因为那边全部是西语的啊 所以美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啊 就是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 第一就是左右之争啊 左右之争啊 那当然呢这个 以这个共和党特朗普啊 甚至啊 如果我当选 我马上派军队 去德州啊 帮助州长啊 去对付啊 这些这个什么难民啊 什么之类的啊 你就知道啊 这个好戏在后面 难民啊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由头啦 但实际上看出来美国现在 问题多多啊 就是左右矛盾 非常的严重 拜登基本上对这件事情啊 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看昨天还传言 说什么呢 说现在德州州长啊 这个阿弥陀 说在煽动白人至上组织啊 到边界去对付这些 啊这个偷毒客 这个这个你看 这个这个很可怕吧 对不对啊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就私下的调动 当然啊 这个德州并不孤独啊 他虽然号称他是孤独之心啊 他进行的是孤星行动啊 但是呢 美国已经超过25个州的州长 联署支持德州 就拉铁丝网 对不对 就主者不能就要停了 不能不能再进来了 对不对 二十几个州的州长签字 签字归签字啊 这个生命归生命啊 还有实际行动 那这些州叫出钱出力啊 就派国民兵啊 那大概现在已经集结了 四千辆汉马车啊 大概七十二辆M2啊 这个装甲运兵车啊 还有呢 这个四十八门啊 这个腰洞九啊 这个自走炮 这个全部都运去啊 各州其他的州都有国民兵嘛 就把这些武器啊 往德州运去了 那人员也跟着去了 那人员也跟着去了啊 干嘛 准备啊 帮德州撑腰啊 意思说如果联邦 今天要跟德州 要翻脸对不对 那我们挺你德州 除了书面声明嘛 挺你 我还派兵啊 过去 因为州有自己的国民兵啊 归州长教度 联邦政府是军队归联邦 那州有州的国民兵啊 国民兵的实力还不差啦 因为美国当年建国的时候 他这个民兵啊 实际上因为地方组织嘛 大家很分散 所以这个有必要 有这个国民兵啊 因为真的有状况的时候 远水救不了近活 这个军队没有办法赶过来 我们要有这个所谓的 就是民间武装力量啊 所以这个国民警卫队呢 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啊 有这个美国有这个体制 这是美国国民警卫队 还有战斗机啊 他们不是只是 拿把那个枪啊 在路上走走啊 有坦克车大炮 战斗机什么都有啊 都有啊 好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 非常的僵 非常的僵啊 那拜登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现在看来没有啊 简直是拜登陷在一个 自己把自己陷在一个困境里 他给自己挖坑跳进去啊 那现在选举要到了 那百分之八十几的人 认为拜登的边界政策是错误的 对不对 你不能无限制的放 那德州州长的反反应啊 大家认为支持 德州州长干得好 就这样干嘛 这该停了嘛 对不对 你让那么多人进来 到处丢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 甚至连那些 这个种反恐专家都说 会不会有恐怖分子啊 对不对 趁机啊 就混进美国 对不对 他们形容是 就是阿萨克洪水啊 美国版 就类似哈马斯啊 来搞个突袭 有没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啊 因为在这个翻越边界的时候 没有人管啊 这些人翻进来啊 马上就跟那些警卫啊 就说 我是偷渡进来的 那当然这个拜登政府给他们取的名字很好听啊 不叫偷渡客 叫无证移民 没有证件的移民啊 说穿的就是偷渡客啊 讲的坦白一点 大家比较容易懂啊 好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就跟那个边界的那个警卫啊 说我们是偷渡的 那警卫说 好好好 来来来 那我带你去安置啊 对不对 给你们这个先吃饭 给你们这个住 给你们吃 安置你们了 所以大家就跟着走了 都不要逃亡啊 以前那种电影 对不对 翻越边界 大家跑 跑成跑啊 现在马上 我还自首 对不对 自首就要安置啊 对不对 安置完说 你想去纽约 还是去芝加哥啊 坐飞机还是坐大巴 任军选择啊 你要谁要 我就给你送 你要去夏州 也可以我送你去 所以德州啊 你看 这个难民怎么不来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在网路上啊 甚至还有中文版的 教大家怎么走啊 怎么走啊 从哪里到哪里怎么走啊 好 当然这个不需要急着去啊 那这个真的去进去 也很可怜啊 坦白讲 真的你到美国啊 这个 都是做一些 这个劳动力 比较辛苦的工作了 辛苦的工作啊 但是呢 这个 每个人每个人想法 过去大家都以为 美国梦嘛 美国梦 但现在呢 这个去美国 不一定是梦了 不一定是梦了 那现在看来 美国到底会不会 发生内战呢 实际上这个概率啊 已经产生了 虽然不高 但是美国发生 内战的可能性啊 并不低 那因为现在来讲呢 美国意识形态 已经是出现 分裂的局面啊 加上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 两个党的候选人呢 更加的这个 两极化 就是一个比较 更右 一个更左 那一定是嘛 吻合选民的需要 加上 德州 边界的争议啊 各位想想看 美国内部的矛盾啊 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当然美国也知道 现在 打美国内战啊 那个是不切实际啊 因为当年1861年 打到1865年的 这个美国南北内战呢 那实际上 美国人现在历史课啊 回顾的时候 都觉得当时是一个 根本不应该打的仗 对不对 30万人啊 格兰特将军 他们那些 这个非常的厉害啊 打得这个昏天黑地啊 所以看得出来呢 美国人现在 基本上 应该是不赞成啊 美国进行内战啊 但是德州有没有可能 真的跟美国离婚啊 美利坚合众国离婚啊 因为现在有些 共和党议员说啊 这个我们德州啊 干脆跟美国啊 来一次离婚 分手了 当年呢 是加入美国嘛 在这个 等于算1845年啊 这个入盟了 加入这个美利坚合众国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退群 当时入群嘛 我们现在退群 因为 你这个已经 危害我这个州的利益啊 各位不要低估啊 德克沙斯州 如果真的分出去啊 变成一个国家 他的国力不弱啊 对不对 那大不了就是 美国少一个州嘛 但美国联邦 这个在拜登政府会答应吗 不然呢 这个将来怎么去 面对这个 所谓开国元勋啊 对不对 开国元勋 在天之灵都已经啊 要气得下凡了啦 你们真的是啊 把一个好好的当初啊 要建立一个 美利坚合众国啊 是一个这个公平自由民主的国家 给毁了嘛 现在搞得乌烟瘴气 乱七八糟啊 那更不要说呢 这个美国这个比较 保守派的共和党啊 在这时候你想想看 能不支持特朗普吗 非要特朗普上来 把这些乱象给改变啊 所以在今年的选情啊 其实对拜登来讲 现在非常的不利啊 虽然呢 这个看起来 这个特朗普官司产生啊 什么啊 前两天还讲有那个 要赔那个八千多万啊 但是啊 其实一点都不差 因为选民支持 他就会当选美国总统 那这些官司呢 该赔钱啊 什么这些啊 那都小事了 但这个美国将来啊 有一个情况就是 会更加的实施保守主义 因为特朗普讲的已经很清楚 他说他上台之后呢 会对中国苛征百分之六十的关税 那个代表是一种保护主义的讯号 在2024年呢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 相信呢 如果真的特朗普执政 未来的美国会把这个整个世界 带得更走向一个保护主义的这个趋势啊 因为美国打保护主义战 惩罚性关税 别的国家也会啊 那相信之下 大家就更加的疏离啊 更加的矛盾啊 加深了啊 那当然呢 这个美国的问题 还是需要美国人啊 自己去解决 那该如何解决呢 我相信在美国的观众朋友 都应该透过2024年的选举 做出决定 好吗 那今天在这里特别还是跟各位 做一声抱歉 说声抱歉啊 因为原来呢 这个做了字幕之后呢 效果并不理想啊 那我现在还在继续啊 寻找一种更好的软件 能够在字幕的这个上面呢 解决这个准确度要高了 不然这个字幕啊 不准确 大家呢 听得更是云里雾里 好吗 那还是非常谢谢各位的支持 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经纬点评哦 打开小铃铛 每天我们准时在空中 跟大家分享新闻 已经订阅的朋友 帮我分享给您的好朋友 好吗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统统再见哦 拜拜